器官捐赠的观念在国内还不算普及 全台湾目前正在等待捐赠器官的病人 有7200人之多 而幸运等到器官并且成功移植的比例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器官捐赠协会 特别拍了一部真人实事的电影 希望用戏剧的方式来打动更多的民众 推广器官捐赠的风起 他是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宝贝儿子 我可是海军爆破大队 15年前一场意外 社会失去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 但他的器官捐赠给17个人 这些人继续延续他的生命价值 这部电影《生命交叉点》 说的是器官捐赠的故事 也是器官捐赠协会秘书长 吴云来哥哥真实的故事 当我们在越往深处去挖掘的时候 才发现到 其实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思念 好多好多的爱 生命交叉口里面有很多的捐 有很多的手 过去宣导器官捐赠的广告很多 包括马英九总统 大家的老朋友孙月 都曾经担任代言人 但这回用电影的方式说故事 就是希望用戏剧 继续推广这个观念 任何一个捐赠器官的家庭 它都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里面 因此将来第二部第三部 都有一些很感动人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李市长也表示 国内器官捐赠的观念 跟国外比起来相对发展较晚 但努力十多年下来 目前已经有六十多万人 签下捐赠同意卡 器官捐赠协会 希望有更多人能响应 为国内七千多位 等待器官捐赠等候者 跟五万多名洗肾患者 种下更多希望 记者综合报道 好